继续我们要来看的是老字号的台北市三民书局 是很多爱书人共同的记忆 今天三民书局举办60周年的沁申会 贺客迎门十分的热闹 董事长刘正强说 下一个60年将放眼大陆 切起蛋糕沁申 这是三民书局60岁的生日 走过一家子三民书局不只做出版也做印刷 已经成为老台北人的共同回忆 九位露面的前外交官陆以正 还有监察院前院长前傅都到场祝贺 为了喜欢读书 说最好读书的办法就是开一家书店 那么在重庆南路 当时已经是台北的书店的中心 开了一个三民书店 创立于民国42年的三民书局 从出版法学书籍起家 渐渐把触角生向文史哲学 各类书籍都应有尽有 只是面对出版业视为 三民书局董事长刘正强 把眼光放到了中国大陆上 就要跟大陆争取 说两岸都可以 他也可以来开书店 你怕什么呀 大陆上才怕你 这里你怕什么呀 你来的谢谢老大 那不行啦 和老朋友握手寒暄 文人好友齐聚一堂 三民书局走过繁荣 在一片舒适低迷的光景 大家都希望老书局还有下一个六十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